青春偶像我完全不介意 因为我目前处于一个青春的一个阶段 而且大家习惯于说 叫偶像是至少大家承认 可能外包还不错 流量和实力这个东西 两者为什么不可以登阶段 如果一个人他恰恰能够具有偶像的特质 但他又恰恰用的实力 那不是叫锦上添花 得到什么样的评价是一方面 最重要的是希望很多人 听到张艺术那个名字的时候 不再问他是谁 拿到的大纲 他是讲的关于两个月份之间的一个故事 没有提到李正言那个角色 但他只是讲了他的一个人物的经历过程 我觉得蛮有意思 然后加上我以前一直在学习音乐 曾经还有一段时间真的是想去认认真真的表演 但是后来没有做成 所以刚好就想借这个机会 弥补自己的一个遗憾 能够在戏里过一段纯粹的音乐人生 所以最后就借了这个心 我觉得他是一个很 第一是一个很保守的人 就他内心他对于很多东西的认知比较固定 或者说他是一个比较偏执的人 因为他在音乐方面的天赋确实很高 也就造成了他不善于与人沟通 因为他从小到大就是一枚心思 铺在这个音乐上 他想把自己内心的指挥弄想完成 所以他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很好相处的人 但他内心却是一个很善良的人 所以在后面被大家逐步的感化 慢慢的在接受和包容 有这样的一个成长的过程 我觉得算是一个比较完整的人物 他的梦想之所以是成为指挥家 因为每个人可能想要的东西都不一样 但是我觉得从李展妍的角度上来说 一方面是他觉得指挥家更能满足一种指挥欲望 因为指挥跟钢琴不一样 钢琴是你完成好自己的部分就可以了 但是指挥是协同大家一起完成自己内心的一个交情 钢琴指挥弹钢琴独奏 或者是被别人别的指挥家指挥 但是他可能更想表达自己完整的一个音乐感觉 所以内心一直想去指挥 而且他也有这个能力的主要是 剧中其实强调的一方面是努力 当然他也说了天赋 但我觉得对于绝大部分人来说 就是大多大部分的成功来说 其实都符合一个一万小时定律吧 就凡是你先做完一万小时之后 然后再看你自己适合 或者说你再说自己太有资格 说自己要没有天赋 是因为没有天赋干不好这个事情 但是要成为世界起来 光有天赋肯定是不行的 一定要付出巨大量的努力和常人所不能 可能我们经常忽略的一个事情 就是努力本身也是有天赋 之所以经理不衰 我觉得是因为青春它局限在很短暂的一个时间 是非常美好的 正在经历的人可以看到自己在身边 已经过去的人可以借此来怀念 所以其实每个人对于青春而言都有一种感同身受 而立志这个题材当然每个人都想变成功 其实是一个人类的一个共性 所以它之所以能够在这个社会上进入不然是有原因的 我希望我们做的这个作品 就是能让大家多多关注到中国古典音乐的一个现状 和去了解到音乐本身 其实它真的没有那么高的能力 因为音乐能代表一个人的思想和一种感觉 当你真正的沉静下来去听的时候 你会发现有很多不一样的事情 赫子秋这个角色挺有意思的 是因为我演的时候 其实很大一部分加入我平时比较逗的一个部分 但它呢在剧中其实又很衰 所以说其实会有一个反差 就是你越觉得它逗 还衰的时候你就觉得越惨 跟你全的角色不一样 是在于它是我接的第一个完全生活人的一个角色 演得非常的扎实 这个扎实体现在生活中的一些细节 做了丰富的一些铺垫和设计 这个大家看了就应该了 因为毕竟是骗生活嘛 大家都有生活 很碎 但是留在碎中找点 我现在就反而觉得是相似度不高 然后这个才是我比较担心的 我以前觉得演员应该突破吧 但是更多的我现在觉得是要专精 把一些事情 比如说某几件 某几件事先做到几次 然后再去跨越 我丝毫不觉得现在演员内心很靠近 我反而觉得有点预寒 星魂作为一个人物角色 我其实 可能我想的也不是很 就是很透彻 以我的个人见解图 我觉得应该是首先找到一个人物 它身上的闪光点 这个闪光点是在于 它怎么样才能引起人的共鸣 和能让大多数人心疼 我觉得这是一个角色的讨喜很重要的演员 所以我往往是先去寻找这个点 然后再去把它放大 成为演员之后最大的改变就是 时间更少了 感觉 怎么一年就过去了 怎么一个月就过去了 我绝大部分时间都在工作 工作 就是来回的奔波 其实挤压了自己的时间 有做一些反省 想想还是不要自己完全被工作侵占 但是 目前还在一种权衡的状态之中 我以前非常排斥学院派这个词 因为大家好像一提到学院派处理后 它是中规中矩的 我说 学院派 什么东西都靠技巧 那我现在我觉得 挺好 我特别喜欢这个词 因为我觉得这代表一种威力 就是 如果你是一种标准的学院派 你当然有可能 没有达到那个词子 但是这代表了一种标准 这个标准就在这里 证明你是水准限制上的 可不可持续 这个东西得看 我多久 已经不再像一个青春人了 我觉得 青春偶像我完全不接 因为我目前处于一个青春的一个阶段 而且大家习惯于说叫偶像是至少大家承认可能外表还不错 就是能被成为偶像 所以我不排斥 这是一个逼经的阶段 没有必要特意去甩掉这个标签吧 我觉得影视行业不及是做演的这个录 很多时候都看缘分 觉得是一个很悬的事情 所以更多的是 把一个大的计划放在自己心里 不太去明确要求自己做什么 因为我觉得如果明确的话 你有时候你得不到容易 就是功力性很强 不然自己增添很多烦恼 所以通常都是 知道自己大概的方向 然后在某种情况下 遇到什么觉得还不错 然后就可以找一个可能性 父母很高兴我做了这一行 因为他们觉得艺术嘛 就是或者说不能说艺术 因为毕竟 影视带着一定商业性 就是这种文艺 文艺会一定的希望人的一种气质 然后更多的建议是 希望我能够好好休息 他们总是会觉得我太累 其他的倒还好 因为我在我自己做的工作里面 有绝对的一个主动权 所以很少会有别人的建议 能够完全动摇我 虽然张艺术就像你现在 你看到我的这种感觉一样 镜头里的时候 我可以是很多变 可以是灵活也好 比如说很能说 或者说各种各种各种 但生活中就是这样 有时候有不及 有时候可能不定跟你开玩笑 就可能像你们生活中的人一样 我觉得事情有时候本不应该这么两极化 这俩东西完全不是一个很冲突的东西 或者说我说的是我指的是流量和实力 两者为什么不该分线呢 如果一个人他恰恰能够具有偶像的特质 但他又恰恰运用实力 那不是叫锦上添花 或者说面面具优吧 就像口碑跟播放那样 或者说说说欢迎程度一样 我觉得完全有很多东西可以做到 口碑又好 然后播放量又高 有很多这样的作品 所以我觉得冲突 我通常提倦区来自于说一个角色 可能会遇到瓶颈 可能会产生 那我解决这种方法的最简单的方式就是 进入下一个角色 对就是迈过这段课 然后通过下一个角色来解决它 这样的话会让我感觉好一点 因为我觉得演员是很需要实践积累 和不断学习进步的 一旦我遇到这个瓶颈 我就会想 那我换一个种状态 有不同的绝对有不同的状态 等你换了心态和换了一种感觉之后 说不定这个坑就会卖得容易一些 一种爱好吧 其实很多演员都很幸福 我们经常会讨论说 为什么做演员好像大家都有一种故事 就是我们在生活中很多体验不到的事情 或者说你在人生中 你只能过一种无聊的单调的生活 但你在性能里面做很多很多事情 可以体验不同的人格 体验他的人生 这是当演员最美妙的事情 所以很多演员之所以那么热爱 一方面是不能靠这个养家糊口 还有一方面是这个职业真的非常的刺激 或者说非常的让人着迷 事业上最大的挑战 我觉得时时刻刻都处于一种挑战 就是当你没有起步的时候 我们就想怎么起步 当起步是这样怎么上升 而上升的各种人影响 怎么样才能不能掉队 其实都属于一个挑战 当你的粉丝或者观众 提到张欣诚这个名字的时候 你希望得到什么样的评价 我觉得得到什么样的评价 是一方面 最重要的是 希望很多人听到张欣诚这个名字的时候 我们不再问她是什么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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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